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顛的外娘》 《天顛的外娘》 《地顛的外娘》 《天顛的外娘》 《看云的深光》 《為古地作詐》 《天顛的外娘》 我轻轻搅一声 望她的资源 不疼我孤独 我轻轻搅一声 我轻轻搅拌 我轻搅拌 安格斯牛汉堡 怎么这么好吃啊 跟自己相处 是需要练习 有点像我们的忧郁症很严重 当你开心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发出很抱怨 因为我们是一边做一边念 最近我会开始计划 应该说就是计划 计划开始拍一些比较不同以往的影片 我希望可以做比较多 像是有关心理学的东西 虽然我不是心理资商师 也不是心理学老师 但是自己蛮喜欢 就是看这一类的书籍 我从国小四年级吧 我就到图书馆里面 然后去报了一本 这么厚的心理学的书 还有研究大脑的 现在没有记得太多 但是就是慢慢把它 pick up 回来 总之呢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 我相信这些对大家一点点都会很有帮助 因为对我自己而言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会前面先用一些比如说心理测验 然后再搭配一些小尝试跟大家分享这样 就是可能都会是一个短片短片 然后让大家觉得又好玩 然后又有得到东西 所以希望之后你们会喜欢我的频道 所以记得订阅订起来 到底是这边还是那边 当然还会有唱歌的部分 然后唱歌的部分 我会尽量只要有空的 我这个拍MV啊 让大家不是只是看 单独我在麦克风前面的影片 或是单纯的照片 所以都是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 觉得很不错的 写的很美啊 写的很有意境啊 最经典的可能就是一些Jazz的歌 所以希望你们喜欢 哈喽 现在是晚上12点多快一点 然后我终于来到今天的民宿了 这间叫海洋森林 现在要进去大家来看一看 因为我今天是比较晚才就是到这里 然后我今天住的是三楼 所以呢因为比较晚 然后民宿的老板娘就直接给我密码 让我可以直接进来很方便 而且她的画得很漂亮 她的画得很漂亮 好黄啊 我喜欢这样的衣服 还有这个 我的房间 其实我刚进来过了 我是饭傻 忘了带充电线 记得门要锁好 虽然其实今天 应该只有我一个人住这一棟 然后这个 它是有点那种工业风 还蛮好 我好喘喔 然后这边早上我会带大家再看一次 这边看出去是 那个 绿景 很美 再来就是 一样有很多 漂亮的壁画 我觉得这老板的品味挺好 我脱个鞋 好这是客厅的空间 还蛮 蛮别致的 像这扇窗户呢 是 从外面看的话 反正是外面看得到的 看出去也是绿景 然后 阳台 晚上的样子 有点黑 这个 踏起来啊 很没有真实感 但它其实是很扎实的 听到了吗 海的声音 还可以偷偷的看到隔壁的邻居 现在我们来参观一下房间 因为这个 现在 南米还是有一些蚊虫 所以 门窗还是得关 不然我 它没有纱窗 不然的话我其实 偏好开着 门 听海浪的声音起床 然后这个呢 是房间 很简约很可爱 很简约很可爱 我还蛮喜欢 就是这种 这种 texture 很棒 好像有点不清楚 远一点 对 它摸起来就是 它是水泥 但是摸起来就是 很 I don't know it's good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 短短的罗马帘 我们来拉开看看 我看民书照片的时候 它是 有滤镜的 所以我打算呢 把它打开 哦好吧 关起来好了 是脏脏的沙虫 好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很 很 舒服的空间 非常 非常符合我的菜 就是一种 该怎么讲 很 很有文清的感觉 well that's me 然后 可能 手机收音不会太清楚 怎么说呢 就是听着海浪的声音 好疗愈呀 那就先跟大家说晚安啦 明天呢 我要早早的起床 好好的享受 海洋的早晴 然后我再带大家看看 早上的样子 还有海的view 而且这个房间很便宜 因为我是一个人住 然后现在 毕竟也是疫情期间 老板娘她才算我一千五而已 非常的便宜 当然如果假日的话 可能会不同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 晚安 嘿 拜拜 想说 睡前 也还是 让大家看一下我平常是怎么保养的 其实因为我 平常要主持的关系 所以我还是要上妆 反正就是很 还是要乖乖的保养 对啊 所以现在睡前要乖乖的洗脸 虽然我今天没有上妆 我就只有擦防晒 我有擦防晒吗 我好像连防晒都没擦耶 太懒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牙刷之家 牙刷之家 牙刷之家哦 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棒 它是 龜藻土 我是在那个宜德利买的 我不知道国外有没有 但是台湾有 你看 它会这样 我把它弄湿 瞧见了没有 所以当你的牙刷是湿的 反正它就是 你知道龜藻土 好不会介绍 对啊 我习惯就是 让牙刷有个家 你看 这样是不是整整齐齐的呢 就看了就很赏薰 赏薰月物 然后我要把 保养品 一个一个摆出来 最近 在那个 台北台北好长好长 有那种 就是 一些品牌的特卖会 然后就很便宜 所以有时候会捡到宝 这一支 不错 我另外还买了一个 蝸牛的乳液 这两个我早天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也蛮好用的 就是 很便宜 像这个两瓶 跟那个蝸牛乳液两瓶 好像都才 五百多 还六百块吧 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后我不是买来擦脸的 我是买来擦身体的 这个很好用 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怎样呢 你不用咬 它自己就会 它是保湿的 有点像凝胶 可是它喷出来是这样 它会是 这种状态 不太清楚 没有对角 然后呢 你就这样给它摸下去 它就会 很像在煎皮肤 但是它 蛮不错的 我觉得它 它就是用一个 什么 碳酸吗 不专业 的原理吗 反正它就是会非常 然后就很快速的把 把水分就 打进你的皮肤里面 我觉得用完 而且它大概 像我现在这样搓也不到三十秒吧 它就洗手了 非常的舒服 很舒服 而且它有一种 香水的味道 但不是那种很浓 只是 很舒服的味道 因为我是很怕香 很怕浓浓香水味的人 我就算是买香水 我也是买那种 比较温 温和一点的味道 Anyway 这支改天给你们推荐 好啦 我要来洗脸了 重新 绑一下 因为它一直掉 刘海短就是这样子 我搓 好啦 搓进去啦 洗脸 我用了 这个品牌呢 我想大家 女生应该现在几乎都听过了 就算你没有用 你也一定听过了 没有错它是直销品牌 可是我已经用了三年多 可能快要四年了吧 我用了一年 然后才开始分享 然后有在经营 不过我是兼职做 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的 爱用它 我已经没有再换过别的保养品了 就算是以前剩下 或是我在 现在会再买的一些保养品 我通常都是买来擦身体 好啦 随身品很方便 我今天开车开太久了 手好酸喔 这就是真的很难起 这个要改进一下 好啦 就一个 一个拇指的大小吗 这样就好了 然后 它没有加界面火星剂 所以它并不容易 起泡泡 如果你不熟练的话 好 冲完水了 冲完水之后 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跟我一样 也在用西枝蜜的话 还是要养成习惯 就是除非你的毛巾 是晾在通风的地方 比如说羊排室外 天啊 我的抬头尾 要不然的话 尽量你还是用纸巾去擦 会比较卫生 因为如果你平常都是放在浴室里面 然后又没有窗户通风 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嘛 然后如果你皮肤又是敏感的 糟糕 你就会发现奇怪 你用在好的保养品 为什么就是皮肤还是不好 That's why 好啦 然后我平常把它很简单 我今天出来玩 我也就带了这么 这么三瓶 还有另外一个精油 因为这两天天气的关系 我有点起震子 所以精油会舒缓 也会镇定 对啊 这是我没有拿过来 出门就带这四块很方便 就这样 晚安咯 有没有听到海浪的声音 我在客厅睡觉 太舒服了 给大家看夕阳 我刚睡到一半醒来 好漂亮 我刚是不是说夕阳啊 是 是日出啦 白痴喔 哇 好像 稍微还起得晚了点 真的很漂亮 嗯 忘了穿拖鞋 好舒服喔 嗯 嗯 我要再继续睡一下 哈哈哈哈 都把招了 早安晚安 睡了 你们知道一个人出来玩啊 躺着睡睡醒之后就是吃 哈哈哈哈 这是我昨天晚上买的 把它放 放冰箱 反正天气也凉凉的 刚刚被一道阳光照耀醒 等一下 让我试着 试着让大家看见那道光 等等我 可有 现在整个房间都是 整个房间 是这种漂亮的光 看见吗 然后这里就是我 昨晚说的滤镜 哦 这真是太了愈了 好啦 我要继续当宅宅客汉堡了 嗨嗨 待会见 我刚刚忘了说 这个曼昌老的安格斯 牛汉堡 怎么这么好吃啊 哈哈哈哈 我平常炖牛也是蛮爱 蛮挑的 真的好好吃 哈哈哈哈 我都快吃完了 哈哈哈哈 哦快叫了 然后想要再多啰嗦 也不是啰嗦 哈拉两句 为什么我要拍这个影片呢 因为开心 蛮多 身边的朋友啊 或者是网友 然后他们有时候 跟我聊一聊啊 就说 你好勇敢哦 为什么你都会一个人出去玩啊 什么的 我说 可能这也是我个性 然后 我其实蛮鼓励 尤其是女生 如果你 你平常是很 很需要有人陪的话 或者是你是已经 结婚了 然后 就是平常很忙碌 我都会蛮 蠻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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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那次我嚴重大失戀的時候 我是不得不跟自己相處 因為那時候我的憂鬱症很嚴重 我嚴重到是沒有辦法出門 我連其實連見到室友我都覺得 不是壓力大而已 是那種好難形容 就是很糟糕 狀態非常非常糟糕 可是直到那個時候 我才真正的跟自己開始 就是相處 然後到後來我真的完全是 愛上獨處這件事情 就是你會找回自己 你會知道怎麼樣自己會開心 而讓自己開心是很重要 我當然不可以去做監辦課 可是讓自己開心 我們說能量吧 你的整個能量 散發出人家所謂的氛圍 所謂的氣場也好 你想怎麼說都可以 你的狀態是好的的時候 你的家庭 你的老公 你的小孩 他們就會開心 因為你 我想要說的具體一點 當你開心的時候 我們自然而然就不會發出可能抱怨啊 或者是一邊做一邊唸 或者是我們臉上笑容會更多 別人看到 當你看到別人笑容很多 是不是你心情就會好 那同樣的道理 當你身邊的伴侶 你的朋友 你的親人 甚至是你的客戶 你的同事 哪怕是你鏡子裡的自己 那是潛意識 看到 真正 由內而外開心的你呢 他們 就會被你感染 然後你的生活就可以 慢慢走向正向的循環 所以我還蠻推薦大家 尤其是 我會說女神 因為我自己是女神 哈哈 我沒有那一根 那我不懂男人心 哈哈哈哈 就是 你們真的要多多的 這樣子的疼惜自己 這才叫疼惜自己 你寧可把錢花在 這種不用花很多錢的 但是享受生活 享受跟自己獨處的事情上 而不要把錢花在 買一個很貴很貴的包包 它也就是一個裝東西的包包 僅此而已 可是這樣子的體驗卻是 對你而言 對你的靈魂而言 無價 好啦 啰嗦完了 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要做點事情 再一起去吧 我終於從床上爬起來 睡月靜好就是這樣 晚上呢 做了一個夢 我夢到 我夢到 我夢到一個 該怎麼說呢 我夢到 讓我思考一下 總而言之就是 我夢到呢 有一個消失很久的人 然後 在我的夢裡面 他突然 好像是因為我 誤傳了一個訊息 然後我就馬上收回 好像剛好被對方看到了 然後他 反而呢 就 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的 傳了一個 就是 他正在吃什麼 就是閒聊的 聊天訊息來 後來 他又多傳了幾句 也是聊天的這樣 就是好像沒事 然後我看到之後就 我就很 又生氣又難過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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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傳訊息 還是打電話 他終於接電話了 我就 我就 開始說 你 就是怎樣 怎樣 怎樣 說清楚嘛 要去要留 要說一聲 為什麼要不見呢 然後後來 後來不知道 為什麼電話斷了 我以為是他掛我電話 然後後來 當下我就很生氣 怎麼可以掛我電話 然後又再打一次電話 結果那次是一個 女生的聲音 好像是媽媽還是什麼 可是因為當時 當時聽到聲音 我沒有反應過來 我就是直接說 你怎麼可以掛我電話 你知道我多難過嗎 什麼的 然後就這樣 最後 電話那一頭的 女生的聲音 應該就是媽媽 在夢裡 在夢裡 就說 蛤 什麼 他還跟我說 你們要結婚了 所以他還不見 我說 對啊 然後就一直哭 然後 後來我好像 人就到了一個國家去吧 在 而且那個 那個夢裡面 也還是 Quarantine的 就是還是在隔離的 不過是 大家已經可以 就是出來 做做活動 什麼的 然後我就經過一個籃球場 然後又走進了一個校園 最後好像有看到 看到對方嗎 還是什麼 總之呢 可能是我自己 自我療癒的夢吧 我覺得很有趣 而且 事實上這個夢是 我的意識是很清晰的 所以我現在可以 記得很多細節 只是我不想要 講太多 太複雜的東西 所以你們也會做 親民夢嗎 親民夢就是 當你在夢裡的時候 你知道你在做夢 甚至像 也許你可能 也沒有人跟我一樣 是你其實可以 控制夢的走向 不過昨晚這個夢是 我就單純只是 清醒的而已 然後醒來之後覺得 但願如此吧 但是不管有沒有 這樣子發生 至少我們自己活得開心 就可以了 這陽光真是強烈 我要等等要把影型 淨帶上 然後打一下 我之後拍影片的一些 文案文稿 好 我家出門去玩啦 這個是最近我非常喜歡的 影型眼鏡 它是 這一盒是灰色的 但是它很自然 應該你們前面看的 影片的部分 你就會看到我戴 就是 等一下你們看效果 它的直徑 就是很接近 原本眼睛的大小 我覺得非常自然 非常好看 這個 現在應該在 屈城市都買得到 以後大概三百億 很便宜 不便宜 不是太便宜 但是也不會很貴啦 因為它是日泡的 很多顏色很自然 很漂亮 最近很愛 我來帶給你們看看 我來帶給你們看看 效果的差別 我原本的眼睛是這樣 其實也蠻可愛的 自己說 然後帶一隻眼睛給你們看 哇 這樣有點沒對焦呢 效 就像這樣 這邊有帶 這邊沒有帶 我近視七百度加閃光 所以我現在看鏡頭 是兩個 對啊 把它帶上吧 搞不好我等一下又摘下來了 因為我都會帶很久 所以我中間 會休息一下 這樣就是帶上的效果了 是不是很自然 可是看起來又非常的有神 這樣就是不會 不會像整形整過頭 接下來就是擦防曬啦 身體呢 尤其是到海邊玩 安耐曬必備 真的蠻好用的 而且很清爽 然後臉呢 我都用洗致蜜的防曬霜 SPF25 擦兩層 第一層是防曬 第一層是隔離 第二層是防曬 然後第三層就會有妝感 而且是保持水潤的 而且它是物理性防曬 所以它不會阻塞毛孔 它就是很簡單 就像你穿外套防曬 可是你的外套 只要鋪得夠密 它纖維光就透不過去 它是會遮出來的 所以皮膚曬久了 也不會就是 也不會熱 因為它不會就是 把光跟熱吸到你的皮膚細胞裡面 它不會有所謂的 化學殘留 很好用 有時候很偷懶小躺的主持 我甚至就這個擦個三層四層 就看起來很有妝感 你們會發現嗎 擦完的效果就會像這樣 自然透亮 如果你平常是喜歡那種水潤妝感的女生 那你就可以入手 而且很多剛開始用產品的人 會說怎麼黏黏的 可是其實那是因為皮膚在適應它 我只能這麼說 像到現在啊 我已經用了那麼多年了 你說它會黏嗎 還好啊 你看很清爽的 而且我喜歡這種水潤感 不用上妝就有這種效果 多輕鬆啊 出門五分鐘 我的眉毛還沒畫 我剛剛本來想來陽台坐坐 然後我發現了這個東西 它還在動耶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把門打開一點看 這也不像蟑螂啊 這也不像蜜蜂啊 有誰可以告訴我你是誰 要把你翻過來嗎 不要攻擊我 它看起來好像那個 蠶豆 我來找個東西把它翻過來 等一下用這個把它翻過來之後就丟掉 它真的很像蠶豆 它就丟掉了 看你旁邊一點哈 哎呦 要滾 好啦你就這樣待著 希望你沒事啊 長得蠻可愛的 現在我差不多要退房了 所以呢要把門窗關好 窗邊有一點普隆公不適了 我覺得住在海邊啊 就是房子 是很舒服 然後晚上 聽到海的聲音很棒 只不過是稍微有點潮濕 剛剛發現這個 好喜歡這種中國風的東西 這個角度真的很可愛 很好看 在這裡 然後因為我是在客廳睡覺 所以我現在要把一些東西搬回去 好痛 踢到腳 還蠻沉的 哪裡來的啊 蠻沉的 好啦 再放回床上 要準備退房了 先把房子關上 先把房子關上 下面是房子色的牆 看到嗎 好甜的 粉色喔 蠻好的 有一種來到 藝術館的感覺 藝術館的東西 哈囉 今天叫海洋森林 把門 哎呀戴上 讓大家看一下外觀 它的外觀還蠻不錯的 是 是這樣 一個獨棟的 然後旁邊就是一般珠富樓 這裡的話就是一整片很長很長的那個海濱公園 無際遼闊的海 那邊是沙灘 不過民宿老闆說水很深 所以儘量不要下去 它似乎也沒有開放可以走下去的步道 所以這邊是 應該是不能下去的 好誘人喔 美吧 這個是朋友送的防防噴霧 我其實從來沒有用過這個東西 日時懂我的不甘品飯 現在是在海洋森林 也沒有用過這個東西 我們要用來用這扇子 好嗎 我們要用來用來用這個東西 來用來用這個水 I don't know what you say What you say, Donna I'ma be your guru if you've been my baby And we can go far, we can get away So we can have a little fun, like a holiday My baby chance to our loves, we're celebrating I've been searching for true love But I never thought I'd find I don't even know when I look shit in your eyes I don't think I'm a little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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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don't think I'm a little bit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坐外面很舒服风凉凉的 或许我等一下可以来坐外面 这边有个超级大的冲浪板 它有多大呢 我的身高是165公分 我也不及它的一半 超高的 我男朋友只要这么高我就满意了 地板也很有卡丝 我们往上走一下 刚刚我们的小哥哥店员说楼上也很漂亮 所以我们要上来瞧一瞧 这时候就很恨自己没有带一个摄影师出门 好舒服的地方 层层的 是不是有一种来到希腊的幻觉呢 我们就享受这个阳光 这个一遍了 这个我跑来外面走 因为外面的海布我很喜欢垂直的自然风 很舒服 所以这一间 它是我昨天晚上去一个酒吧 然后那个老板推荐的 他刚刚拿他的手很好 然后那个老板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音乐员 叫 叫什么 他姓潘 我忘记他名字了 对对 我会放在那边 然后他的酒吧呢 也在那边 那开酒吧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喜爱 跳乐乐 如果你喜欢Jazz Blues 你就可以去听听音乐 然后他每个周路 应该是礼拜六 都会有现场表录 因为毕竟有动物 所以比较不稳 所以我昨天去行是普通的 但是很幸运 我有听到老板 开心的 带两句 然后下次那间 他所做的台语课 其实都是台语课 我觉得才叫台语课 是很有感情的 或者是那种 音乐歌 很好听 那首歌叫 有一首最好听的叫 提定也不一定 你们可以上网去试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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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芒果冰上 来 被美女包围的淡淡小哥 它的松饼我真的想跟大家推荐 因为我平常其实很不喜欢在外面点这种松饼 通常都是干干的 然后就是也没味道 它这个是鸡蛋味很浓 可是不会臭臭的 我很怕臭 然后它这个 这个莓果酱啊 你看 这样黏黏的 它很好吃 而且不会很甜 它也不是果酱哦 就是 反正很好吃啦 然后那个西瓜太高被我拔下来了 哈哈 根根好喊不然 它们吃港了 蛋蛋 过来 蛋蛋要陪我去海滩 它要保护我 超可爱 小公狗 走走走 我们去海滩 走 我走前面吗 二大 Là 我今天的护花是我拆成了 超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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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吊了一個 游泳 游泳 這裡的沙是 這種 嚇我一跳 看 這種 好美喔 怎麼了 你發現什麼了 又亂掉了 今天浪超大的 好啦 我剛剛在沙灘那邊 差點 差點跌進水裡 今天的浪 浪潮比較大 然後剛好是 剛才是在漲潮 差不多要回程啦 今天的vlog就到這邊 下次再 再更有 更有計畫的 拍給大家 因為我 平常出來玩就是這樣 我很喜歡 大致找幾個地方 但是不去做太多的設定 就是比較隨心所欲一點 對啊 我覺得這樣子 自己出來玩很輕鬆 為什麼我喜歡一個人旅行 因為平常我們已經都很常去遷就別人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給自己一天兩天 甚至更久的時間 完完全全是造成你的意思 你想去哪 想做什麼 就去做 這樣子啊 真的是一個療癒自己 幫助自己 越來越健康的一個過程 我就是在療傷啊 沒有 我沒有療傷啊 我還蠻開心的現在 對啊 好啦 下次見囉 掰掰 期待我的新影片吧 洗臉 就一個 一個拇指的大小嗎 這樣就好了 它沒有加接面火星劑 所以它 並不容易 就是 起泡泡 如果你 不熟練的話 我現在是已經 爐火純青 所以還好 只要你有搓出一點泡沫 它就有清潔的效果 至少 西枝蜜的產品是這樣 很舒服 然後是天然的 因為它沒有加接面火星劑 所以它不會讓你 洗完之後 然後皮膚整個水分都被洗走 你沖完水之後 好像 你會以為你的皮膚 鬧憨災 西枝蜜的洗臉是不會的 洗臉要洗兩次 第一次叫做卸妝 第二次呢 就是真正的把你點成了一些 堆積的髒物 反正有的美的油垢啊 什麼都洗乾淨 而且 這一個洗臉 它可以軟化餃子 所以我覺得超方便的 然後它另外有一塊叫 奇力千布 它可以把餃子帶走 我今天沒有帶 因為我早上才用 我會 只出來住一天 所以 出門旅行很方便 好啦 瞧 好 這就是正常的泡泡 好啦 睡一囉 你們要用 泡泡的手 來摸一摸 如果你晚上呢 是喜歡開著冷氣睡覺的人 或者是 冬天 皮膚很乾 像我就是非常乾 它呢 會敷全臉睡覺 隔天起來呢 皮膚會很水嫩 超舒服 然後 因為我喜歡做菜嘛 以前 你也有在那個 麵包店工作 反正就是你燙傷 你馬上擦它 不會起水泡 而且不會流疤 很快就消了 不會痛 會痛 但是很快就消了 然後 這個也是我的愛 它是深度的補水 它的水分呢 可以到達你的真皮層 然後呢 它除了玻尿酸之外 還有一個成分 非常的難得 叫做 多骨骨骨骨骨 納豆萃取 保濕力是 玻尿酸的4600倍 我超愛 而且啊 它就是 你去想像一張衛生紙 你是先把它打濕之後 滴墨水 那個墨水會散得比較均勻呢 還是直接在乾的衛生紙上滴 會比較均勻 當然是濕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這個原理 把它皮膚的底子打濕了 你的所有保養品就會 很好吸收 好啦 然後這個是 癢細胞 皮膚會 很彈潤膨潤的 我的細胞會膨潤的 就這樣 用法也很簡單 我就直接往臉上 不是 直接這樣子 這樣子 這段你們如果不愛看 覺得我在推銷產品 無所謂的可以 可以跳過 或是往後拉 可能這個就是我自己用了 三年多 四年的保養品 很簡單 你也不用 啪啪啪打 都不需要 因為它是 它的分子很小 而且活性很高 如果你去這樣 啪啪啪啪啪 一來傷皮膚 二來 如果溫度過高 你反而會殺死它的補性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因為我自己 皮膚比較 缺油 缺油脂一點 所以這個東西 我有很多 可是如果你自己是 偏油性 或者是 中性皮膚 你其實只要 可能一下或半一下 就夠了 詳細的用法一定是 我們經銷商會幫你 按照你的皮膚 跟 狀況去做搭配 對 然後因為我已經用很久了 所以 當你用久的時候 你就可以自己去 去玩 去搭配 有沒有看到我的皮膚 這樣 這樣拍得到 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嘛 這樣 這樣 然後多的我都會拿來 往身上撲 你會發現我都沒有等 這就是我 愛它的原因 完全不用等 我就是裹上去就好了 就裹上去就好了 超簡單的 然後我就可以去睡覺了 對啊 它會帶給你的皮膚一層 天然的皮質膜 所以當你皮膚敏感啊 的時候 它會給你起到一個很好的保護作用 這也是為什麼 當我燙髒的時候 很快 就是 它等於是像多一層 我的皮膚都會很保護 一樣 我覺得我一直在看別的地方 好啦 就這樣 我來安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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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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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